好另外提前庆祝春节的还有玉里镇公所 在30以及31号两天中午时刻 分别在老人馆以及观音社区活动中心 举办了寒冬送暖低收围炉活动 玉里镇公所在30以及31号两天中午时刻 分别在老人馆以及玉里镇的观音社区活动中心 举办寒冬送暖低收围炉活动 镇公所为了让地方居民提前感受到团圆的氛围 特别举办温馨又热闹的围炉活动 一同感受年节气氛 庆祝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 感谢我们这些企业的一些资助 能够让我们今天能够办很丰盛的水墨围炉 我想人间有爱 现在水墨寒冬 气候变化 很大 那也请各位乡亲能够注意保暖 围炉活动除了要让乡亲们吃得饱足之外 更希望让现场与会的大家感受到新春欢愉的氛围 代理镇长詹秀聪督促办理这一次的围炉活动 期待用实际的行动 让参与民众感受到公布门以及社会的温暖 政公所呼吁借由这样的活动 集合众人之力 让弱势贫护 感受社会上温暖 也鼓励大家能够付出一己之力 关怀身边需要帮助的人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